诶 五只了五只了 快来呀老爷 这个游戏你玩过吗 波脊捕鸟 一根连了绳的木棒 支愣起波脊 等麻雀下来吃食 一拉绳子 麻雀就成了瓮中之鸟 方法呀很简单 但根据我小时候玩过的体验来看呀 想捉住鸟还真不容易 先不说神经敏感的麻雀 能在你动手的瞬间逃脱 但是把它引到波脊下面 就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 而李鸿章呢 显然是个老司机 纹丝不动 俩眼紧闭 几只麻雀刚落地 红尔把声音放低 快拉呀 都三只了 很快 五只了五只了 快拉呀老爷 李鸿章成竹在胸告诉红尔 你别急 还没到最佳时机 我仔细翻看了原著 发现小说中并没有这一段 而导演有意安排这一段 看似随意实则精妙无比 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们 李鸿章凤凰变了鸡 门前冷落人又息 冷落到麻雀遍地 正好跟红尔玩捕鸟 排解孤寂 第二层意思是告诉我们 李鸿章不是真的要隐居 他是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把麻雀一网打尽 一击击中的机会 而在这个机会到来之前 他有足够的耐心 这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 教给他的挺精 做大事要坚毅忍耐 可就在他折腹一袋时 一个轻衣小貌 唇上留着胡须的人来了 而他这一来 就让李鸿章红尔的耐心 白费了 干什么呀你 你干嘛想跑我的鸟 来人是谁 李鸿章做梦都在想 谁会接替他的直立和北洋 李鸿章虽没挑明 所用非人指的是哪一位 可没有人比荣禄更清楚 那个人是谁 遥想当年荣禄白马红鹰 鹰气勃勃 四十岁出头就位居公布上书 如果按照当初的晋升速度 荣禄早就应该是国之重臣了 可惜这颗火箭提拔的政坛新星 却因一指调令突然降落 从此远离京城 窝在大西北 一去就是二十年 而荣禄这二十年的低谷期 全败他的结败兄弟 如今的全臣翁同和所赐 这件事情要从光绪初年说起 慈禧不满军旗大臣沈贵芬 作为慈禧眼前的红人 荣禄给慈禧出了个主意 你不是看沈贵芬不顺眼吗 那简单 把他赶出京城就是了 正好山西巡抚控了 让他去当个地方官 慈禧果真照办了 沈贵芬就很纳闷了 到底是谁在背后给自己撂阙子呢 一番探查 发现可能是荣禄 但并不是十分确定 于是就找到荣禄的结败兄弟 翁同和 让他去探探口风 翁同和果然不负众望 他先是找到荣禄 哥俩约酒 横敲侧机 不断套荣禄的话 荣禄觉得翁同和不是外人 再加上喝了点酒 就把弹劾沈贵芬的事 全部抖了出来 要说这翁同和也真不够意思 出了门就把荣禄给卖了 最终荣禄惨遭打击 被贬为西安将军 如今李鸿章垮台 直立北洋空缺 慈禧决定让荣禄接替李鸿章 而强势归来的荣禄 并没有立即走马上任 中华 这裱糊将的活 可就烙在你身上了 有一个人被誉为 继敖拜和珅速顺一新之后 清代最后一位满族大佬 他就是荣禄 这次进京前 他被贬到西安 啃了二十年肉夹馍 没有人料到他还有回京吃烤鸭的机会 而最意外的 怕是翁通河了 眼瞅着李鸿章下台 朝堂之上自己一家独大 北洋大臣直立总督 那几乎是十拿九稳 可林鸟主书的鸭子 却让荣禄结了 不过荣禄心里清楚 李鸿章的活 那是一般人能干的 太后的意思啊 是让我多历练历练 直立北洋 我看还得中堂负起 方应其重啊 荣禄的话虽然客套 但是很管用 职场中如何让前任交接工作时 不给你留坑 那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肯定对方的成绩 而荣禄这句略带吹捧的话 不管是出于对李鸿章 发自内心的尊重 还是为了换取李鸿章信任 采取的沟通技巧 总归换来了李鸿章的肺腑之眼 我妈办了一辈子的事啊 练兵也好 办洋务也好 那都是纸糊的老虎 何尝实实在在地放手办怪啊 勉强图是图有西表啊 不揭穿还可以支撑一阵子 就好比一间破屋子靠一个表胡将 东贴西部啊 表面上光鲜了 这下风小雨打几个窟窿 随时修补还可以支撑一阵子 若是遇到狂风暴雨 那支湖的屋子就彻底的被戳穿了 中华这表胡将的活可就烙在你身上了 信任表胡将融入啊倒也坦然 表胡不表胡无所谓 不填坑还叫职场人嘛 不过呀还真有个坑不好填 我所及还是练兵 这里啊有个问题 要说练兵 融入应该是内行啊 军功世家 二十年前任九门提督 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和北京市公安区局长 朝廷让他接任李鸿章 看中的也是他的履历 可为何练兵竟成了他最头疼的事呢 也不难理解 甲午一战啊 清朝被日本彻底打醒了 要想继续抵抗外敌 必须筹建一支不同于以往的新式陆军 与李鸿章相比呢 融入对于西方国家练兵那一套啊 就是外行了 有两处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一处是抽烟袋的融入 抽不惯李鸿章的雪茄 竟然把上等雪茄折断 当普通烟草吸食了 另一处呢 红尔给融入泡的是盖碗茶 而李鸿章端的是洋酒 剧中两处细节都在暗示我们 李鸿章啊远比融入懂洋物 所以啊 融入在练兵这件事上 没人哪 李鸿章脑中快速闪过一个人 有个人也许行 融入追问 谁 李鸿章话都到嘴边了 可又突然停住了 因为啊 他并不确定融入到底是谁的人 傅贤在咸良寺以来啊 他的那些个政敌可一直没闲着 都在妄想搜寻到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门声故交纷纷离去 就像远离一条发臭的老咸鱼 特别是上次袁世凯的背叛 让他对前来拜访的人都警惕起来 所以啊李鸿章决定试一下这个老狐狸 咸 感谢观看